故事接力是赖声川常常与女儿们玩的游戏 2016年赖声川用故事接力的方式 把床头故事蓝马搬到上剧场的舞台 到今年7月蓝马已经演了50余场 数百位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走进剧场 观看这部关于寻找的故事 今年赖声川用同样的方式 和女儿戴仙云一起创作了第二部亲子剧鲸鱼图书馆 每年暑假上剧场仿佛变成了孩子的乐园 亲子剧 亲子活动 儿童教育讲座 都在此时与大家见面 7月11日上剧场CEO丁乃竹与三位妈妈 著名作家陈丹燕 童年制造 创始人艾米丽 以及带上屁孩去旅行的创始人喵妈孔 同给大家带来和孩子玩的那些事 比起上名校 赚大钱 更重要的是学会面对生活 现今很多家长对孩子教育急于求成 用条条框框限制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反而会压制孩子的创造力 让孩子在功利主义教育中丧失兴趣和创意 传统的教育体制教会学生谋生能力 训练他们各种技巧 却没教会学生怎么大大方方 自自在在的生活 在赖生川看来 这些才是教育最应该教给孩子们的 如果学校教不了 家长就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 在赖生川和丁乃竹夫妇的教育理念中 让孩子找到喜欢玩的事物 势必进入名校 赚大钱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小女儿赖先云12岁 迷上了卡通 一心想成为动画师 当时两位家长并没有从大人的角度 评判这个兴趣有没有前途 赚不赚钱 而是任其发展 现在的赖先云不仅是一名动画师 还与父亲赖生川共同编具了蓝马 为蓝马画了一部深得小朋友喜爱的绘本 面对孩子的自主选择 赖生川和丁乃竹夫妇从未有过 干着行会不会饿肚子的担心 这是作为父母对孩子的义重信心 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 比较容易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价值观 爱女利认为 随着时代发展 我们对孩子的要求 不只体现于成绩 而要培养他未来面对挑战的能力 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 大多数父母常常怀抱着一种猛烈的焦虑感和失落感 似乎如果不能够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孩子的未来就无从着陆 他们为孩子规划好每个假期的兴趣班 补习班却没问过孩子是否愿意 其实家长想要培养孩子的兴趣 只需要给他创造机会 多接触不同的事物 给他自己选择的权利 让孩子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而非一股脑地强迫他学家长想要他学的东西 每一个孩子都会有开花的时候 每个孩子的成长速度都是不同的 丁麦珠说 每一样事情都有开花的时候 所以要有耐性 爱米丽也认为 孩子的成长有自己的节奏 有的小朋友到了三岁还不会说话 家长会焦虑 但其时只是时候会的 等时间到了 孩子就会有突破性的成长 如果家长一味给孩子施加压力 会适得其反 常常有父母头疼孩子不够听话 当孩子赌气 大哭 很多家长并不去理解孩子 只知对其责备 大骂 其实孩子的思考方式 与成年人并不一样 父母陪伴孩子 玩耍可以发现孩子的思维 喜欢和性格 学会从孩子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从而更加能体会孩子的感受 走进孩子的内心 赢得孩子的信任 带上屁孩去旅行的创始人 姚妈恐同在和孩子旅途的路上 跟孩子养成了极大的默契 这种共情能力是无法在课堂上 通过说教行事达成的 一个好的故事 会在孩子心中种下美的种子蓝马的故事 是从床头开始的 在女儿先鲜 云云小时候 蓝生川常常用即兴的方式 为他们讲床头故事 这一讲就是三十年 听众也从女儿变成了孙子孙女 对孩子来说 好的故事能够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和逻辑思考能力 今年暑假即将上演的金鱼图书馆 也是当年来家的床头故事 在三十年后 被赖生川和女儿赖先云一起制作成剧 搬上舞台 讲给更多的小朋友听 陈丹燕的女儿太阳 也是听着床头故事长大的 从女儿四岁开始 陈丹燕只要在家 就会给女儿讲睡前故事 这个床头故事讲了二十年 每一次都会增加新的内容 这本书也就变得愈来愈后 女儿陈太阳也参与了故事的创意构思 因此陈丹燕会把书的版税 分一部分给陈太阳 因为这是母女俩一起创造的故事 上剧场一直视儿童教育为席人 丁乃珠希望用亲子剧的方式 来传递科学的育儿方法 并成这丁乃珠和赖生川的健康儿童教育理念 上剧场与亲子群体保持密切交流 今年暑假 上剧场推出赖生川的第二个床头故事 鲸鱼图书馆 是一部寓教娱乐 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的奇幻童话新字句 鲸鱼图书馆将在8月25日 与各位家长和小朋友见面 希望家长们能带小朋友 来探寻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兴趣所在 让孩子们在暑假玩出自己的创意童年 这些人都在暑假中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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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